上周的视频已经预测了四五日的大盘走势 结果和预料的差不多 随着科技肋骨抛售加剧 连续第三周下跌 标普白指数自4月23日以来 首次收于50天移动均线下方 这是由于华盛顿方面 没有出台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的不确定性 对中美关系紧张的担忧 以及对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的担忧 这三种关系共振的结果 最新国会议员计划在周五提出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要求美国政府在12月中旬之前提供资金 但美国众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周五表示 航空和餐饮业都需要帮助 这可能是另一项重大经济刺激方案 对投资者而言挑战是有的 但是这个挑战仅仅需要挑好个股 不要人云亦云 大盘指数并不重要 投资者现在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疫苗上的确定性 目前投资者密切关注海外上升的冠状病毒病例 从丹麦到希腊的欧洲国家 周五宣布了新的限制措施 以遏制一些最大城市中日趋严重的疫情染染 而据报道 英国正在考虑实行新的全国封锁措施 在这之前 我们可能仍会看到混乱震荡 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多观察 少操作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亚马逊 微软 苹果 谷歌和Facebook 这五只股票 着重看苹果和Facebook 这两只问题股 这些股票虽然都是我个人的长线股 但会完全从中立的角度去进行分析 这个月来 我对于评论区关于这苹果 谷歌和Facebook三只股票是否要加仓的问题 回答一律是 等等 等等 再等等 周五 巴克雷银行将FAANG股票的评级降至中性 今天我就把中间的逻辑 和这几只股票目前如何操作 给出自己的答案 当然 市场自身的逻辑规律 所有视频中提到的个股 仅仅是一家之言 希望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视频的最后会写一点 对下周大盘走势的看法 有兴趣的观众希望不要错过了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老大 苹果 基本面我们就不谈了 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消息面上 最近苹果的坏消息真的不少 一 苹果新品发布会没有特别的亮点 不见iPhone12的踪影 二 中美争斗微信事件 第三 被分析师降级 一连串的事件让苹果公司跌入技术性熊市 市值缩水超过5000亿美元 先说结论 这些都是短期负面影响 只会对投资者心理层面造成冲击 所以短期对股价有一定的打压 这个打压的力度有多少不好说 所以之前建议短期观望为主 不过经过周末的调整 情绪或许得到一定的发泄 下面我们就大家容易疏忽的地方仔细看看 新品发布会和被分析师降级没什么好多说的 就说中美争斗微信事件 美国官员说 在政府官员与苹果公司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 苹果和谷歌已经准备好遵守最后期限 下架微信应用程序 我们就来看看对苹果公司到底影响如何 在特朗普禁令前 微信ios版在美国的下载量激增 但是下面才是重点 微信的禁令是被市场有所预期的 现在就是利空落地 微信禁令在美国境内有效 在美华人人数大约是数百万人 影响有限 特别是禁令是对苹果安卓两个系统都无差别的风景 所以无论你换到哪只手机 基本都一样 为了产业链就业率 中国政府是不会对苹果动手的 不会封禁苹果 因为苹果在这起事件中是没有任何过错的 其次 华为明年中高端机没芯片 失去的量对苹果都是利好 特别是在国外市场 苹果公司一直试图与中国市场保持友好关系 即使今年 苹果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也增长了 下面是本视频重点中的重点 希望大家仔细听 苹果现在是广告商的功底 苹果对于广告追踪的限制 让Facebook等社交巨头 请示难安 还特地发出公告 警告iOS14此次措施带来的严重性 从最早期的手机的序列号 Mac地址 到现在的手机中的广告标识符标记 广告商只要获取这些信息 然后再进行行为分析 就可以得出该名用户的大致画像 就可以精准地推送广告 但是在今年的WWDC2020大会上 苹果正式宣布 在iOS14中 用户将拥有关闭IDFA的权限 并且会强制在第一次打开APP之 进行询问 这个行为极大的保护了用户的隐私 如果用户选择不允许广告追踪功能 这些大公司广告业务的营收显然会受挫 据福布斯给出的预测 iOS14的这个更新 可能会影响全球800亿美元广告市场的收入 当然这个行为 引起了广告厂商的强烈反对 这里就说到了本视频中的另外两家 Facebook和谷歌 苹果这一行为 显然是挡了谷歌、Facebook的财路 就拿Facebook来说 脸书表示 苹果对于隐私设置的更改 将严重削弱Facebook的广告投放能力 网络广告收入可能会削减50%以上 这个不是瞎说的 脸书特别进行了小规模测试 结果是广告收入出现了50%的断崖式下跌 要知道 Facebook的广告营收 要占到它总收入的90%以上 同样 对于谷歌的平台YouTube而言 同样会损失惨重 在一片反对声中 苹果在9月4日宣布 原定于9月份发布的广告限制功能 将会延期到明年的1月份 给了4个月的延长期 那么大家肯定会奇怪 为何苹果要和全行业为敌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保护隐私是苹果骨子里的基因 是产品战略的基础 想当年乔帮主也因此和整个硅谷闹翻和FBI闹翻 另一方面 苹果自己设计了一套新的广告追踪方案 Skyd Network 关于Skyd Network大家自己看视频贴图 因为它不会追踪用户设备 只会追踪用户行为模式 相比以前的IDFA Skyd显然提高了精准投放的难度 但广告商别无选择 8月末 谷歌已经在最新版的广告SDK里 加入了对Skyd Network的支持 Facebook也宣布将在未来的SDK中加入相关支持 上面说了那么多 就是告诉大家 苹果作为硬件商 生态圈的霸主真的可以呼风唤影 最后我们回到股价 从9月1日的峰值到上周末 该股下跌了超过20% 是估值调整吗 是的 苹果已经从高位进行了很多修正 股价仅回到了8月初的水平 周一如果股价继续往下 如果能够回到100左右 是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整数位 但是如果能达到90至95美元区间 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的加仓位置 那里有较强的支撑 当然会有反复和震荡 这点不算什么 好消息是 苹果公司纠正的越多 对于具有长远眼光的新股东而言 它就越有机会信任 华尔街普遍对苹果公司持乐观态度 因为该公司即将在10月某个时候 发布首款5G iPhone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家 Facebook 对于这家公司之前做过多期视频 大多数是赞美之词 网上大家也都很容易搜索到 关于公司的不断进取 继续依托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 进一步向电商 视频 职场等不同领域 不断扩张的优点 我个人都十分看好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回顾一下 最近 Facebook的股价从近期的高点300以上 也随大盘一路往下 不过 现在股价终于来到了关键点位250美金 到底该如何操作 到底Facebook最近发生了些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过去的两年内 泄露用户数据 高管连续离职 内部矛盾争斗 违反隐私规定 滥用开发权限 Facebook一次又一次的被爆出负面丑闻 持续遭受媒体的曝光 批评甚至谴责 扎克伯格也一次又一次的道歉和承诺做出改变 虽然说小扎个人从骨子里是不太尊重隐私的 但是从去年开始 Facebook开始渐渐强调隐私问题 还特地发表过 The future is private的专题演讲 那么 最近Facebook又有哪些麻烦呢 首先 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说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为年底前 针对Facebook的潜在反托拉斯案做准备 华尔街日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尽管联邦贸易委员会尚未决定是否通过诉讼 但政府正在考虑对其社交网络在社交媒体行业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 同样 在9月16日 部分公众人物包括卡戴山 抗议Facebook无法控制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事情 Stop Hate for Profit活动 针对的是Facebook和Instagram 吸引了数百万的追随者 目前有超过400个广告商在Facebook上暂停 威胁了70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 TikTok在美国起死回生 只是有可能哦 如果对这个不是非常清楚的观众 可以去看一下昨天的第162期的视频 有消息人士的话说 字节跳动正在探索一种途径 来满足川普总统对TikTok是否是美国公司的担忧 目前可行的方案是 字节跳动通过在美国上市将TikTok剥离出去 据最新消息 TikTok近期将开启新一轮pre-IPO融资 甲骨文和沃尔玛将在此轮融资共计投资近1000亿元 该轮融资完成后 TikTok的投后估值将达到近5000亿元 同时字节跳动将继续掌握TikTok的控制权 甲骨文和沃尔玛则会分别获得TikTok12.5%和7.5%的股份 这个对于Facebook来说可不是件好消息 最后就是上面提到的9月4日 来自苹果的隐私设置的更改 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影响 但市场是非常敏感的 总的来说 小扎同学还是太年轻 太想走捷径 个人政治风向有点墙头草 有点过于看重短期利益 如果赌赢了 一切都好 如果输了 希望他的道歉和承诺 会继续发挥神奇的效力 回到股价 现在我们进入了关键的245至250美元的区域 这是收益和关键突破点 如果这一水平能维持下去 多头需要看到Facebook转高 并重拾两日高点 更重要的是 重拾50天移动平均线 可以继续往上看20日移动平均线 278美元 又会形成新的支撑 如果250美元作为支撑为失败 我们将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卖压 具体来说 它可能会填补235美元附近的潜在缺口 跌破该位置 下一个可能是220美金 或者是200天的移动平均线 基于以上的各种原因 我个人不会盲目进场 不过从基本面来看 Facebook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和我一样 长期持有Facebook的朋友 也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上面的名人抗议只是短期行为 TikTok的事件虽然长期不利 但Facebook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这个是我猜出来的 但是从近来 Facebook在电商领域的出击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关于这只股票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 会及时更新哦 最后来谈谈对下周走势的 基本看法和操作策略 从历史上看 9月是美股市场表现 最为疲弱的月份之一 上周五的四五日 多空双方在那天基本上结算完毕 虽然从技术指标上来看 向下突破了50日的均线 继续向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综合了各方面的信息数据 主要经济数据 恐慌指数 上周的价格和成交量对比的结果 综合来看 我个人对于下周的走势 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个人认为 下周大盘股指向上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不过这里还是要小心 即使是有反弹 也存在着又多的成分 因为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 随着大选的临近 我们将会持续看到更大的波动性 所以在操作上 还是需要谨慎 不要去追高 多看少做 强反弹是最好的策略 配置上应该保持平衡 即使市场确立又初步反弹 也只需建立小仓位持股 以保证更大的主动性 同时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只有足够的耐心 才能够赚到一个超额收益 对于FAANG这些股票来说 大家要记住两点 第一 基本面保持良好 如果是中长期持有 是没有必要去做止损的 就拿Facebook举例来说 我最新对这只股票 做了一次全新的估值计算 根据不同的估值法 使用后的加全平均值 得到的Facebook的股价的供运值 是278美金 高于当前股价 所以从估值角度来说 Facebook现在的股价 仍然处于低估 当然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估值系统 做出来的结论 仅供大家参考 第二 不是说越跌越买 而是等待市场情绪的变化 做股票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基本面加情绪面 这两个面如果都是向上的 那么这只股票 从中长期来讲 必定是向上的 这个市场的情绪面 其实说到底 就是对这家企业 对这个行业 对美国政府 对美联储的信心和信任 现在好的股票 它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暂时被套牢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情绪一反转 股价马上就是往上走的 所以真的不必太纠结于 大盘的指数是如何的 只要看着你手中的股票 就可以了 然而对于前几天 介绍的CCL PLY这些股票 都是急跌强反弹的股票 是必须要做好止损保护的 我们做股票 不是只是为了赚一个饭钱 我们做股票 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财富 可以持续的稳定的增长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谷歌 亚马逊和微软 我们明天继续说 同时预告一下 明天是特斯拉电池 之前的最后一次更新 由我个人所掌握的 关于特斯拉的最新消息 比较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 如果您已经看到这里了 请来个三连机吧 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 发表评论 祝大家和我自己 在下周都有好运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